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日说,美国在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高峰会议之前,什么都没有放弃过,而平阳已经缩减了他们的核武器发展。 川普在推特上说,我们并没有放弃任何事情,而他们已经同意去核。 但川普承认他可能在五月底或六月初与金正恩举行会议,最后结果还未确定。 川普在星期日说,北韩核问题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 川普说,北韩问题还未有定论,问题有可能解决,亦可能无法解决,只有时间能够说明。 川普又说,他目前正在做好工作,在很久之前就应该要完食。 在过去多次发生过的一样,川普听到他不喜欢的电视新闻评论之后提供了他的想法。 今次是针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主播查克陶德。 川普推特上说,假新闻,全国广播公司碎眼声松的查克陶德刚刚说, 我们在和北韩谈判当中放弃了很多东西,而他们就什么都没放弃。 陶德提到金正恩在高峰会议前的表态,说金正恩似乎吸引很少, 但被人看得上来就好像提供了很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